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场小巨蛋万人演讲 引起一阵安藤旋风 如今台湾也即将诞生第一座安藤忠雄的建筑 亚洲大学艺术馆 我希望亚洲大学艺术馆能够提供一个平台 让台湾的艺术界建筑界世界能够在国际占有一席之地 我们创下的时候就是有非常优美的一个校园 那么在想是不是说我们盖一个艺术馆 可以把学校的这个环境更进一步更优美 同时提供国内或国外艺术品一个展览的一个空间 我访问过全世界很多有名的大学 他们都有艺术馆或是博物馆 那我是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对一个学校人文教育非常重要 创校十年的亚洲大学 在台湾是一所相当年轻的大学 数度获得了教育部的卓越评价 两年前我们的细手评价全部通过 我们过去四年 过去四年我们的获得教育部 教学卓越法的补助 国际化名奖获得很多的奖项 创校开始在筹备处 创办了我们的董事跟我们的同仁 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想办一所不一样的大学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定位是 朝向国际化一流的中国性的大学 就是去年2007年的时候 有一天突然亚洲大学的校长 前一任的蔡校长 打一通电话给我说他们的董事长 蔡创办人蔡长海先生想跟我谈一下 因为他想盖安藤忠雄的房子 在私立学校亚洲大学新兴的私立学校 我当时接电话的时候想说 那我可怜 有些时候跟我讲说大概平均每天都有邀请他 去他事务所邀请他设计 可是成功率才三个不限 成功距离很少 印象中那天是下午四点 就是等到我跟他见面将近晚上十点 我很喜欢称这一条叫做 邀请的到安藤先生的Journey 因为一份独特的信念 蔡长海创办人为亚洲大学催生了这一座国际建筑 在安藤士小巨蛋见面以后 我们到大阪去访问 想不到他办公室主任就拿持十二个魔想 我们那时候都很高兴 就表示他已经接受我们这个案 那时候我跟他讲说 希望变成亚洲大学或是中部建筑的一个连马 2008年4月 安藤忠雄到亚洲大学发表设计理念 那时候我认为这一座国际建筑的设计计理念 我认为这一座国际建筑的设计计理念 我现在在日本 我觉得美国际建筑的一座国际建筑的设计理念 太阳一个人建筑的建筑建筑建筑的设计理念 有希臘的原字 罗马的方字 他的精神比较像东方的剑子设计的精神 所以当时我也是蛮犹豫 两个怎么去结合 可是后来我想到巴黎的美术馆 他有邀请贝利明 在巴黎罗乌宫 他设计的金字塔 我觉得东方和西方还是可以结合 三角形成了三个形成了三个形成了 所以他来看过以后 他觉得我们的云形的云环 那我们的行政中心有点弧形 所以他又想到用三角形 然后他用三个三角形 把它做成一个意识馆 好像我们的校训里面提到的真善美 我是觉得相当的出色 三角形就是人自然 还有人跟自然的互动 我想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我想对我们的 我们的私生有一个很好的企划 三角形成了三角形成了 从2008年完成整个设计案后 以前多个为艺术馆动工奋斗的日子 正要展开 设计案的过程中很重要就是从机能到造型到 我个人现在考虑在这里的延传的空间 那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感动的感觉 还有一点点小的旌旗让我们要离开之前有点孝敬 迷洞伟大的建筑物到底是怎么完成的 经过这一次我有深刻的体会 做完设计只是刚开始 所以我们第一个困难就是如何找到 台湾有这样的一个精密程度精致程度的 在地能够执行的建筑师 因为我们知道姚先生在台湾也是索区一指的建筑师 现在要让他当副手 那是很难为他 可是后来姚先生也说为了台湾 就是有一栋好的建筑物 他答应全力来配合 但是假情事实上在移动 所以看到创造人说能不能把它全部破本 没办法 因为他那个是组结合 姚仁喜好建筑师也是蛮有他的坚持的 所以两位世界级的大师结合在一起是很不容易的 啊 呃 这个主带是 这个栋梁的冠军 全体系统的中间 我想到他们人到处前 这边有没有原因的话 非常大一点 猫的猫 从设计到预备动工的 一千两百多个日子里 这座安藤忠雄 全球第一座大学的艺术馆 经历了无数的困难与挫折 后来整个工程的造价 我们碰到很大的困难 因为一瓶要二十几万 到了年设计会要降近三十万 那这个是创我们台湾 教育史上 建址费用最高最亏的 蔡衣さんがともかく 第一回目の安藤建築は 完璧なものでは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ということを置いて 建設会社を選びました 非常に建設会社を選ぶ中で 厳しいチェックをするから なかなか決まら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 その間に我々も台湾のこと そして蔡衣さんも建築のこと 勉強しましたから 工程面我们如何得到 安藤先生最高的 大阪的清水混凝土标准 相当困難 我们中間经历过太多的辛苦 才能往最高的世界标准 来追求 因为这当中 我们遇过几个困難 因为好的營造廠都 还确定 他们自己做不到 大阪標准 那我们原来差一点想说 是不是来换材料 来让换一个 不要挑战 那么高難度的材料 那请问 我们可不可以用 预柱混凝土 透过电脑精密控制 做出来的混凝土板 相当漂亮 安藤先生一封信就来 不接受考虑 因为他从来不愿意 用不是手工 不是在人的手跟脑 跟意志力下的材料 唯一的困难就是清水 一开始我们邀请了十几家 很多都是国内 最有名的营造厂 可是他们评估的结果 主要是关键在清水 所以十几家后来 只有四家也愿意来 中间有很多人 很多时候 很多不同的队 都认为说 这个房子大概盖不了了吧 这个房子大概会变更设计吧 南山 というか なかなか生まれるのが 難しかったものは 子どもが生まれると言いますけれども 南山であっただけに 私はいい建築が できて 分かっていくのではないか と思っています 中間の木途が 大学院の中益 ずっと こうして 召集中 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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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海 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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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藤先生 他在乎了除了他的设计以外 就是他的施工品质 所以大家为什么 一定要到现场去看到他的清水混凝土 就是要看到那个品质 而那个品质是日本 是全世界做的最棒 有六方的四个团队一起会合 就是安藤先生在大阪这边等待我们 我们的师座团队德昌营照 跟我们的日本有六位师座团队 安藤事务所派了两位 有丰富安藤经验的建造代表 一起来建造 四个团队到每一个重要的安藤建筑 跟亚洲大学艺术馆 类似的三角形的建筑 去看建筑物在我们的材料 在我们类似的空间形体当中 到底怎么做 他请那个工地的主任 当时的工地主任都来 跟我们分享 这些经历经验 要传承给台湾 亚洲大学艺术馆的师工团队 历经了三年多的奋斗 终于这座台湾教育界的建筑奇迹 即将动工 将近四年 从过想到邀请到发包 可以说是一路跌跌张张 我们把过去的五个动工过程中的模型 都用一条一个故事本的方式 走在那一条大道 那这个三角形台另外有一个寒意是 希望每一个人 大家都能够互相的帮助 那共同的扶持共生下去 郭家在我当选市长 安藤先生的艺术馆 五百天就落成 我还可以来参加剪彩 谢谢各位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的规划 五百天以后 就会呈现个不断是变成 台湾建筑界的一个新的地标 同时也是亚洲 我想是建筑界 大家都一定是广目相看 我们亚洲大学蔡长海创办人 希望在今天 适逢中华民国建国百年 要将安藤中雄艺术馆 那中华民国建筑界的一个新的地标 我们只剩下一个使命 这个使命就是终于有机会 要把大阪的标准 搬到台湾的雾峰 亚洲大学要去建造我们的安藤建筑 借着这个安藤仪式馆 可以把亚洲大学真正的推到国际一流的大学 我想这是亚洲大学目前一个宴景 所以我是希望这个艺术馆 能够成为我们台湾 收藏我们本土艺术家的代表艺术馆 这样子我想可以为我们台湾的文化 保留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让我们后代可以欣赏 让我们大家一起倒数五百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